我跟京圈太子傅池燕是和平分手 她跟失而复得的白月光破镜重圆 我作为替身 含泪收下四千万的分手费 安静退场 可谓是非常体面 对吧 那为什么分手后没多久 她会突然围追堵截 说要杀了我 天地良心 我什么都没干啊 不就是相了个亲 找了个新男人吗 至于吗 不是 灵溪 你 来相亲 高级西餐厅里 我的相亲对象还没来 坐在我对面的 是这家餐厅的老板娘 兼我的闺蜜 木子 她压抑地看着我 跟谁像啊 奶奶固有的孙子 我耸肩 晃了下威士忌杯中的冰块 语带坦然 老人家临终前特地嘱咐我 说和不合适的 务必见上一面 木子点点头 犹豫了几秒钟后 还是没忍住 压低了声音问我 那富池燕呢 你那么喜欢她 四年的感情呢 真舍得这么轻飘飘地分了 轻飘飘 这个词用得不错 但不精准 我仰头喝了口酒 淡淡一笑 分手费四千万呢 不算轻 她也就这点良心了 木子愤愤不平地哼了一声 但紧接着又想起了什么似的 神情怪异地摸了摸鼻尖 灵溪 抱歉啊 你在富池燕内的行李 我没拿回来 我微微愣住 什么叫没拿回来 被分手后 我紧接着就回了乡下 处理奶奶的丧事 昨天才刚回事 收拾物品的事 就只能拜托给木子 毕竟分手费都拿了 我得十项点 赶紧疼地方啊 木子捂了五心口 语气里还带着后怕 太吓人了 我昨去给你收拾东西的时候 富池燕居然没去公司 在家呢 就坐在沙发上 一句话不说地盯着我 盯得我浑身发毛 好不容易收拾完了 我刚要拉着箱子走 她突然来了一句 手挺好看的 剁了吧 差点没把我吓哭了 话的确是 富池燕能说出来的话 但这事 却不是她能办出来的事 分手时 我们那么愉快体面 清算得很明白啊 好端端的 扣我行李做什么 木子看着我 小声说了一句 我看着她 不像是想跟你分的架势 我摇摇头 那不能够 圈子里谁都知道 我跟富池燕的那点事 当年 富池燕的白月光 唐清清为了追逐梦想 不仅拒绝了她的追求 还不辞而别奔赴海外 富池燕为此 消沉了好长一段时间 我也没什么办法 只能一直默默地 陪在她身边 守着她 其实 我并没想奢求什么的 可就在四年前 圣诞节的那天早上 我照例给宿醉 清醒过来的富池燕 递上一杯蜂蜜水时 她突然看着我 开口道 你喜欢我 我慌不择路 当即红了脸 摇头解释 我 我没想过 跟着我吧 四个字 四年 我替代了唐清清 死心塌地 跟了富池燕四年 而这四年里 她的身边除了我 也再没有过其他人 圈里人都评价 我是史上最成功替补 我也这么认为 以为我们会有一起的未来 可偏偏 就在我们四周年 纪念日的这天 唐清清回来了 仅用了一句阿燕 我想你了 就把富池燕 拽去了机场 留下我独自站在 布置了求婚气球的别墅里 迟迟等到半夜 最后 等来了富池燕的 四千万分手补偿费 白月光失而复得 她巴布的我赶紧滚 怎么可能不想分 我耸了耸肩 故作轻松 我现在呀 只希望四九成这么大 这辈子都别再跟她相遇 木子扁唇 赞同地点了点头 是啊 你俩的关系 圈里基本上都知道 再见面可太尴尬了 我的毛子眯了起来 视线越过木子的肩膀 看向了餐厅门口 正走进来的富池燕 看着她微微一愣后 抬脚向我走来的动作 我不禁叹了口气 木子你这嘴 真是开了光了 我选择在木子老公 这家店相亲 主要有三个理由 一 离我开的火锅总店很近 二 离相亲那位男士 住的地方很近 三 木子夫妇是白手起家 并不属于富池燕那圈的人 所以我想着 在这儿见到其他熟人的概率 应该不大的 嗯 这谁能想到呢 木子尴尬地笑笑 声音都没底气了 说话间 富池燕已经来到桌前 也没说话 只是冲着木子挑了下眉 木子就像被捏住了厚脖子似的 麻溜抛弃了我 看来 去帮我收行李的事 是真把她吓着了 我挑了挑眉 到了卑微世纪 冲在我对面坐下的富池燕 淡然一笑 富少 赏个脸 从分手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十几天 再次见到这个人 我居然出乎意料的平静 富池燕没有动 墨色的毛子死死盯着我 明明皮像这么出众的一张脸 不说话的时候 压迫感却扑面而来 我默默捏紧了玻璃杯 笑意不减 僵持半分钟后 富池燕笑了 挑了挑眉 拿起了那杯酒 拿在手里 却不喝 眸光中带着探究 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 我笑笑 毕竟还有店面要雇 比不得富少家大业大 耗不起 富池燕点头 神情微松 来找木子 我一正还没开口 就见一个穿着白色休闲衬衫 蓝色牛仔裤的爵士清冷大帅哥 站在了桌前 诧异地看了看我和富池燕 墨色的毛子里闪过迟疑 声音低沉雌性 灵溪 我硬道 是我 你是宁成宇 宁成宇点了点头 而后看向富池燕 我是来早了吗 你还安排了别的相亲对象 这话刚问出口 富池燕那边紧接着脸就沉了 你来相亲 嗯 来相亲 我面上微微一笑 那我就不送富少了 富池燕瞥向我 眉心拧得更紧 却并没起身 而是将视线移到了宁成宇身上 谋色深沉 富少 我沉了语调 又下了一遍逐客令 他这样打量我的客人 真挺没礼貌的 这么急干嘛 富池燕挑眉盯着我 眸中阴晕着我看不懂的暗色 突然扯了扯唇角 轻吃一声 好歹一张床上睡了四年 你这下家 我帮你把把关 如何 羞辱感沿着脊柱攀爬 我攥紧了拳头 这个人 到底还要怎么伤我才够 不劳富少费心了 我杨纯笑了笑 抬眸看向富池燕 内心冰凉 奶奶帮我挑的人选 他老人家的眼光 不会错的 富池燕墨色的眸子随即咪了咪 紧盯着我 眼神带着探究 却始终没说话 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将将至的局面撕开了个口子 富池燕皱眉 掏出手机 表情紧接着柔和下来 阿燕 你还没到吗 娇柔的声音透过听筒 连我也听得清楚 唐青青 富池燕的视线 从我脸上扫过 眸色微深 到了 在楼下 嗯 遇见了个朋友 寒暄两句 已经聊完了 这就上去 朋友 寒暄两句 我笑了笑 眉甲戳痛了掌心 一直痛到了心脏 富池燕挂断了电话 淡然地站起身来 理了理袖口 二位继续 不打扰了 我看着她迈不上二楼的背影 心里闷闷地疼 咬唇出神间 宁成语却淡然在我对面落座 精致地眉眼微弯 冲我笑了下 所以林小姐 到我的号了吗 情绪瞬间被拽毁 我眨了眨眼睛 将眼泪消化 有些意外 宁先生居然还想继续 宁成语薄唇微撇 神态极度自然 为什么会不想继续 首先 我有判断力 看得出来这是什么情况 我不觉得林小姐有什么错 其次 我三观正常 不是那些会介意女方 有没有过前任的前朝余孽 最后 除去相亲 我还有别的事 要找林小姐付下责 我一瞬间 有点没反应过来 自己听见了什么 震惊地看向她 负 负责 宁成语的唇角 抿了抿 突然道 我有一只狗 它会撸串 我脑子都有点 要烧干了 啥 啥 宁成语拿出手机 放在了我面前 我疑惑低头 只看了一眼 顿时人就傻了 那是一段路灯视角的监控视频 时间 正好是我跟傅池燕分手的那天晚上 四千万的支票就摆在地上 我抱着红酒瓶子 在火锅店门口的马路牙子上 哭成一条狗 旁边还蹲着一条真的狗 在偷吃我从店里打包的烤串 小狗 你有狗牌 怎么还流浪啊 你也被人抛弃了是吧 呜呜 我也是 这串都凉了 别吃了 这家店丑见美 我开的 明还这个点熬 你来 咱俩难兄难妹 我请你天天吃好的 视频里 喝到烂醉的我 揪着小狗的左耳朵 一个劲得胡咧咧 视频外 我捂着脸 甚至想挖个坑钻进去 把自己埋了 监控拍得明明白白 旺财第二天晚上真的去了 在火锅店门口等了一宿 但林小姐 你没来 我神情不由的一致 因为第二天 我接到了奶奶病危的电话 回了乡下 应成语把手机屏幕锁了 抬头悠悠地看着我 思索再三 补了一句 那天晚上之后 我财总彻底感受到了 什么叫人心险恶 到现在还在家郁郁寡欢 把一只狗骗到自闭 这 这罪过有点大了 我请 我请 必须请 咱现在就去买烤串 买最好的狗粮 我去给财总赔礼道歉 应成语撇了撇嘴唇 调出自己的微信名片二维码 摆在了我面前 显然 我在他这的诚信 并不太高 我赶紧掏出手机 扫上了他的好友 看着他头像上 那只憨态可居的金毛 捂了五脸 应先生 您放心 我一定负责 应成语又撇了撇嘴唇 不置可否 走吧 我赶紧拿上包包跟上 只是刚迈出去一步 却陡然有种 被人阴郁凝视着的冷意 脚步顿住 我扶至心灵般抬起头 看向了二楼楼梯 傅持艳正站在那里 眸光沉沉地看着我 他的身后 站着几个对我面露 鄙夷的公子哥 而他身边 则站着一身高定连衣裙 气质清雅的唐青青 他们都在 我皱了皱眉 看向了把台里寂静如鸡的木子 木子脸色也变了 连忙冲我摇头 嘴型很大 我不知道啊 而唐青青看到我时 眼睛倒是亮了一下 就像完全不知道 我跟傅持艳好过四年似的 态度好得过分 林希 你也在啊 好久不见 我勾唇点头 唐小姐 别来无恙 唐青青指了指身后的人群 神情愉悦又无奈 我刚回国 大家特地在这 给我设了个欢迎宴 顺便一会儿去看看 我新店的店铺 说着 又娇称地看向傅持艳 嘴角洋溢甜蜜 阿燕他呀 真的是非要在这条街上 给我开个火锅店 我记得林希 你也是做火锅的吧 咱俩以后就是同行了 你也一起来 帮我参谋参谋吧 他也回来做火锅 我猛地抬眉 看向了傅持艳 其实同行竞争很正常 若是别人 我并不会觉得怎么样 可唐青青家里 坐拥上百亿的珠宝帝国 开个鬼的火锅店 我家曾经也是 京圈豪门之一 但我父母走得早 走得也突然 我呢 那时候什么也不懂 家里资产什么的 都被股东输败 瓜分走了 只给我留了一个 快倒闭了的火锅连锁店 傅持艳明明亲眼见证了 我当初是怎么咬紧了牙关 吃尽了苦头 才终于撑起了这个摊子的 我不信他不懂 唐青青在这条街开火锅店 会对我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而傅持艳的视线 扫过我和宁成宇 静默几秒后 淡淡道 帮一下青青 对你没坏处 呵呵 行 好一个没坏处 他唐青青丢掉不要的人 回头说 想要回去 我就得还 现在平白无故 想分我的市场份额 我还得陪着笑脸 去帮他参谋 他哪来的脸 林熙 你来吗 唐青青端着唇凉的无辜 再次发出了邀请 我偏头冷笑一声 刚要开口 他有事 不方便 一直安静 站在旁边的宁成雨 突然出了声 让人出乎意料 所有人皆讶异地 看向了他 他却神色未变 精致地眉眼微弯 冲富池燕笑了下 他要去我家 说着 伸手过来 自然而然地 接过我的包 父亲老板娘 走吗 父亲老板娘 这个词用得就很微妙 我对宁成雨 投去感激的眼神 笑道 走吧 刚认识就跟人回家 灵溪 你要脸吗 傅迟燕的话 几乎是紧接着响起 在场所有人 被他说得一愣 我皱起眉 心中窜起怒火 搂着现任管前任 你要脸吗 管好他未婚妻 开火锅店得了 管我去哪干什么 纠正傅少一下 意料之外的 已经走到门口的宁成雨 回过头 笑着 看向傅迟燕 眉间微挑 我跟林熙 可不是刚认识 所以 傅少不必担心 傅迟燕的神情 骤然僵住了 我眨了眨眼睛 转头跟上了宁成雨 嗯 那话虽然怪 但他这么说 也真没毛病反正 旺财总真的 被我伤得不轻 小小年纪的狗 趴在阳台上 愣是趴出了一把年纪的感觉 财总 财总我错了 我真错了 给你买了豪华狗粮 你老吃一口吧 我担心跪在地板上 拿着装狗粮的盆 诚心对着旺财忏悔 宁成雨就坐在沙发上 静静地看 我总觉得他在嘲笑我 但偏头看他的时候 他又没有在笑 等到旺财总终于愿意让我抱 跟我玩的时候 外面的天都已经黑了 厨房飘来食物的香气 勾得我肚子都咕噜噜地叫 宁成雨站在餐桌旁 对我歪了下头 来吃饭吧 我黑黑一笑 刚要站起来 兜里的手机却陡然乍响 吓得我差点 把怀里的财总都给摔了 抱狗的姿势不变 我没顾上看来电号码 直接滑了接听 喂 你的行李还在我这 现在来拿 我微微一愣 甚至还看了下手机屏幕来确认 傅池燕 大晚上的让我去取行李 太晚了 明天我叫人去取吧 电话那头骤然停滞 隐约传来几声压抑的唤气 而后便是傅池燕冷宁的声音 必须现在 我莫名其妙 深深吸了口气 那傅少扔了吧 之所以执着地要拿行李 是因为很多东西 都是奶奶陪着我挑选的 但如果说 要因为这个跟傅池燕 再有什么牵扯的话 我倒宁可不要了 人嘛 死了一切成空 奶奶活时 我尽够了孝道 问心无愧 死后这些纪念的物件 能留就留 留不住 就留不住吧 将旺财放下 我从地毯上站起来 本想直接挂断电话 膝盖却骤然传来 苏麻的刺痛 嘶 疼 我忍不住 呻吟了一声 应成雨过来 扶住我的胳膊 早让你换个姿势 你看 膝盖都红了 我无奈 我也没想到会这么久 光当 电话里和房门外 同时传来杂门的声响 震惊和呆愣中 我听见了傅池燕 咬着牙的急寒 灵溪 你他妈是自己出来 还是我把门劈了 抓你出来 我正愣得瞪大了眼睛 傅池燕居然在门口 电话里 傅池燕的声音 依旧很冷 三 二 拳头收紧 我深吸一口气 压住心头的火气 我出去 傅池燕这个神经病 真的干得出 披门这种事 但开门的不是我 是宁成雨 他将我护在身后 神情温和地 与门外的傅池燕对视 傅少有事 傅池燕表情阴郁至极 却没理宁成雨 蕴藏着怒气的毛子紧盯着我 有时间在他这呆五个小时 没时间来收自己的东西 我无语凝夜 傅少是没明天了吗 真就差这么一宿 轻轻今晚要助我呢 傅池燕却没生气 盯着我 淡淡开口 我怕他看到你的东西 不舒服 再者 也怕你事后赖上我 说我扣你东西 纠缠不清 你自己亲自拿走 一劳永逸 美甲掐痛掌心 心上的伤口被无声撕裂 鼓鼓流血 我无意识地攥紧门把手 扯唇冷笑 行 我现在去拿走 这是第一次 我坐上傅池燕的车 却不想对他说一句话 脑袋枕着后车座的座椅 闭目养神 看上他了 出乎意料 傅池燕居然主动开了口 我皱眉睁开眼 在后视镜里 对上他悠悠地眸 停顿三秒 我点了点头 嗯 挺不错的 呵 不错 我看这十多天 你过得的确挺不错的 本来还以为你会 我抬眉 会什么 没什么 傅池燕笑了笑 视线挪回路面 不再说话了 所有的物品 木子都帮我收拾了 两个大行李箱 就放在客厅的餐桌边 傅池燕在桌前坐下 拿起杯子淡然喝了口水 看着我 没说话 我也没打算废话 在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多待一分钟 我都心痛 伸手拉住箱子的拉杆 我转身欲走 手腕却被猛地拉住 傅池燕的手指不停地收紧 紧得我很痛 我疼得眉心紧皱 脸都白了不少 之前不是爱我爱的要命 傅池燕抬起头 望尽我的眼里 伸手扯了扯领带 顺便 也终于扯碎了 她虚假的平和 才十几天就放下我了 就能云淡风轻 跟别人重新再来 你自己信吗 怒火裹挟着羞辱 沿着脊柱盘旋而上 傅池燕这样戏谑地谈论着 我对她放不下的执念 远比分手那天拿分手费 都还让我难堪 就因为我爱她 所以就要被这么羞辱吗 我猛地睁开她的手 眼底一片冰凉的破碎 我放没放下 重要吗 重要的是 我做到了一个合格前任 应该做的绝不纠缠 倒是傅少女 接着是哪出 头回听说 傅少女包养情人 还管售后呢 该不会是临了了 突然发现 有点舍不得我吧 傅池燕却依旧盯着我 眉宇之间 染着一丝陌生的情绪 沉默三秒后 突然开了口 如果我说是呢 挤住将住 我一时间甚至怀疑 自己刚刚是不是出现了错觉 傅池燕刚刚说话了是吧 她说的什么 傅池燕从椅子上站起来 双臂撑在我的两侧 将我禁锢在了她和餐桌之间 墨色地谋索住我 嗓音低哑 灵犀 如果这是你的什么手段 那恭喜你 你赢了 回来吧 继续跟我 说完 她的薄唇轻轻印上我的脖梗 声音雌性 这些天 不想我吗 我倒是有点想你 薄唇带着暧昧的暗示 傅池燕搂挤了我的腰 高大的身形 将我完全笼罩 爱不爱的我甚至都顾不上想 我只想知道 傅池燕说这话的时候 唐清清那么大一个活人 还在那戳着吗 信息量严重超标 我震惊到甚至做不出任何反应 不 不是 那唐清清咋办 傅池燕眯了眯眼睛 语气笃定 我会找房子安置你 她不会知道 啪 一个响亮的耳光 紧接着甩到了傅池燕的脸上 我的身体因为愤怒而微微颤抖 你哪来的脸 觉得我会愿意做你的小三情妇 她到底把我当个人看了吗 我以前到底是要多爱她 才会给她这种自信 灵溪 傅池燕却没再动 盯着我 声音里带着冷笑 玩手段得有个度 我哄你就这么一回机会 今天你出了这个门 就别再想回来了 手指攥紧行李箱 我回头盯着脸色阴沉的傅池燕 冷吃一生 搂着你的唐清清 好好过去吧 这辈子 咱俩再见 只能是在火葬场 这天之后 我没再碰见过傅池燕 但唐清清的火锅店 燕清锅到底是盛大开幕了 选址选得也很微妙 就跟我隔了一条街 新店开业 三折筹 整整一个月 烧钱转腰喝 整条街上的火锅店 被它卷得都快活不下去了 我倒是还好 毕竟手里还攥着四千万 砸着钱奉陪 损失不太大 但就算这样 也还是被它抢走了三成客源 哎哟 没脾气啊 人家家大业大 天天烧钱玩 能咋的 我手里的这点钱 也不知道能撑多久 蹲在店门口的马路牙子上 我撸了一把旺财的狗头 看着它滴溜圆的眼睛 择了一声 轻轻拉起它的耳朵 指了指手里的流水报表 来 财总 你给我分析分析 你说除了价格和味道之外 还有啥路子能旺财呢 哇 旺财突然打了鸡血似的 冲着路尽头叫了两声 我茫然抬头 就看到一身休闲妆的宁成宇 正迈不走来 无意识的 我哭丧着扬起了脸 宁医生接下班挺早啊 相亲之后 我跟宁成宇因为财总的事 逐渐熟了不少 他这一生工作没个定点 干脆就把财总托管给了我 宠物不方便进火锅店 我就在门口支了个小伞 让他蹲路边 当门神 今天手术不多 应成宇笑着 从兜里掏了根棒棒糖给我 吃点甜的 心情好 我摇头 伸手捂住财总的耳朵 抬头小小声道 不吃了 刚撸过财总 手不干净 应成宇眉尾微挑 垂头把棒棒糖的包装纸撕开 逼到我嘴边 张嘴 我猛的一正 神态莫名 有点不自然 刚要伸手自己接过 手里的狗绳 却猛地一拽 我被拽得猝不及防 向前扑倒 幸亏宁成宇反应快 急忙蹲下拦我 我这才没有脸着地 但却正正好好 扑了他个满怀 碰碰 我的幼儿紧贴着宁成宇的胸膛 他的心跳就在我耳边 清晰 有力 只把我的脸烫得通红 我赶紧从他怀里退出来 手足无措 干干地打哈哈 哎呦喂 宁医生你心跳可真快 哈哈 嗯 宁成宇跟着我一起站起来 棒棒堂又递到了我唇边 神情温柔专注 因为我在心动 我的眼睛微微瞪大了 这 这这 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吗 汪汪汪 财总的叫声 及时拯救了我 歪头一看 他正冲着刚从我店里出来的顾客姿牙 拦住了对方的去路 哎呦 我赶紧跑过去 拽住他的绳 财总财总 人家付钱了 付钱了的 能走 不用拦 财总喉咙里 发出乌鲁的声音 停了几秒后 这才把路让开了 我赶紧向顾客道了歉 好生把人家送走 一个抬眸 却刚好瞥见 唐青青从对面的街口走过 神色憔悴 眼睛红肿 像是刚刚哭过 也是奇了怪了 爱情事业双丰收的人生大赢家 居然还能哭出来 不过 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我蹲下来 搂住财总的狗头 松了口气 在他耳边悄悄道 谢谢你呀财总 要不然 我真的不知道 怎么回应宁成宇 我没想到的是 当天晚上 我 宁成宇 还有财总 火上了热搜 因为白天的时候 刚好有个拍短视频的 千万粉大V博主 在我那直播探店 看我蹲在路边 让财总给我看报表 觉得有意思 就将镜头对准了我们 然后把我和宁成宇的暧昧拉扯 以及财总的追人讨债 直播了个清清楚楚 警号神狗刊店 警号 警号狗总 请看业绩表警号 警号神言CP警号 警号在线纯爱警号 警号纯爱拉扯 警号 警号医生和老板娘太好磕了 警号 好几个词条接连冲绑 电话打进来时 是凌晨两点多 我正闷头在被窝里睡着大叫 迷迷邓邓地接了起来 哪位 电话那头却是沉默 我等了几秒 皱起了眉头 声音越发地闷 喂 说话 哪位 不说话 我挂了呀 灵溪 谁给你的胆子 真的跟她在一起 你想死吗 傅迟邓的声音 透过听筒传来 下一秒 我挂了电话 翻过身继续睡了 陷入沉睡前 嘟囔了一句 这梦做的 真恶 这条视频的爆火热度 实在超乎了我的想象 网友纷纷慕名而来 我的火锅店 一下就成了网红打卡点 店门口天天排着长龙 大家都在等着看财总上班 看宁成宇接我下班 狠狠磕CP 几天下来 我被唐青青抢走的三城客源 因为宁成宇和旺财 几乎是以十倍返还了回来 所以 这天临关店的时候 唐青青来了 进门将怀里的鲜花递给我 笑得和善 恭喜呀灵溪 我让旁边的服务员接了花 抬头笑笑 直奔主题 唐小姐来 是有什么事吗 这都下班了 我想让她走人 不想请她坐 唐青青嘴角的笑意落了下去 终于不再伪装纯凉 神情傲慢又冷漠地盯着我 灵溪 开个架吧 我愣了愣 你要买我的店 不止 唐青青目光沉沉地看着我 还有你再是彻底消失 我对着服务员摆了摆手 示意她下班 而后轻笑道 唐小姐这是哪儿的话 四九成这么大 只要二位别来找我 我觉得 咱能一辈子都遇不上 唐青青冷吃一生 眸子里应着高傲与不屑 灵溪 你别以为傍上宁成雨 你和你的破店 就能冲进豪门圈了 宁家什么背景 你不知道吗 就算宁成雨有个哥哥顶着 不用继承家业 他家也不会接受你一个 开火锅店的小门小户吧 所以 劝你一句 别太不识抬举 趁着现在你的店还能卖钱 我还没想彻底搞死你的时候 赶紧拿上钱 给我滚蛋 虽然话很难听 但不得不说 唐青青思路还挺清晰的 挺出乎意料的 其实我的火锅店吧 赚得真心不算少 完全不缺钱 但放在富豪云集的金圈里 那就完全不够看了 可我真的不太理解 我跟傅池燕在一起时 你俩甚至都没好过 你自己选择了不要的 你回来之后 我二话没说 直接就走了人 没争没抢没得罪 你为什么非要这么针对我 我的问题问完 唐青青脸上闪过一丝恼怒 随后冷吃一生 富池燕当局者迷 但我还没下 很明显 他心里有你 我不提早下手 难道还等着你满血 回来取代我吗 唐青青恼怒地说着 神态纵然依旧高傲 但眼眶却无意识地 涌上了委屈的眼泪 从我回来到现在 他一直都没碰过我 时不时地盯着手机发呆 前几天我主动去问他 他居然下意识地跟我说 灵溪别闹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配跟我抢 就算我自己说不要了 你又凭什么减 也不知道宁成宇哪瞎了 居然会蠢到 接盘你这么脏的破血 因为怎么都没你的嘴脏 宁成宇的声音 从门口传来 我跟唐青青都是一愣 呆呆地看着他 走到我面前 将我护在了身后 按唐小姐的意思 只要跟错过一个男人 就是破血 最好直接死了算了 不用活了是吧 没想到唐小姐衣着挺新潮 思想倒是挺复古 大清朝亡了之后 我已经很久没听见 这么刁民的思想了 角度问题 我看不到宁成宇的表情 但能很清楚地看到 唐青青脸都白了 正惊叹着这番话的威力呢 宁成宇突然侧过了身 看着我 柔和一笑 你放心 我家人的嘴没这么脏的 我们看人 是看人品和演员的 顿了顿 他对着门口的财总 抬了抬下巴 我们家狗也是 我听着想骂人呢 关了店已经是深夜 小区里安安静静的 落叶无声 我跟宁成宇并排走着 六财总的同时 也在往家里走 不好意思啊宁医生 要一直麻烦你借财总给我 没事宁成宇看着财总 不禁发笑 孩子大了 也该打工养家了 我也跟着笑笑 但笑容有点浅 犹豫了几秒 还是开了口 还有就是 网上关于咱俩的CP 我也 抱歉 宁成宇停下脚步 路灯照耀下 他的眼睛很亮 俯身往我这微微低头 居然是道歉吗 我以为会是答复来着 从那次相亲开始 到现在相处一个多月后的答复 林希女士 请问 咱俩的CP 可以成真吗 又来又来 虽然我很清楚现在的我 还不至于就爱上宁成宇了 但这位仁兄 作为奶奶排精选 本身条件就足够优越 长这么帅的人这么聊 谁能扛得住 我瞬间紧张到抠起了脚趾 手足无措地指了指身后的楼门口 我 我到家了 晚安宁医生 说完 转头窜进楼里 落荒而逃 一直到出了电梯 我的脸都还红着 伸手摸着发烫的脸颊 呼了口气 暗暗数楼自己 林希你多大岁数了 没见过帅哥 还是没谈过恋爱呀 一个表白而已 紧张个鬼呀 拍了拍脸颊 我抬头脉步 却冷不丁被我家门口站着的那人 吓得浑身一抖 居然是一个多月没见的傅池燕 看来这些天 你过得挺开心啊 傅池燕冷着脸 脉步朝我走来 皮鞋敲击在地板上 在寂静的夜里 居然也很响 下意识的 我往后退了一步 没办法 这样的傅池燕 有点吓人 但我这一退 就跟激怒了傅池燕似的 他猛的大胯步上前 一把拽住了我的手腕 谁准你夺我的 身体猛的被抵到旁边的墙上 带着怒气的吻 粗暴地啃咬上我的唇 唇半丝膜 纠缠着酒气 我努力推嗓着 慌不择路 放开我 一个响亮的耳光 甩到了傅池燕脸上 只把他的脑袋 扇得偏过去 傅池燕用舌尖顶了顶脸颊 笑得吓人 但双臂却依旧钳置着我 断了我逃走的路 你真跟他好了 我皱起没张嘴 还没出声 傅池燕却猛地掐紧了我的腰 郡帅的脸贴近我 几乎抵住我的鼻尖 神情阴逸 你敢说是 我就撕了你 后脑勺紧贴着墙面 我尽可能地远离傅池燕 看着他 眼神发冷 你再不走 我真就喊人了 说完 我伸手就要再去推他 却被他反手擒住了手腕 跟他分了 傅池燕盯着我 黑眸悠悠 你回来 我们重新开始 随后 他的肩膀骤然一垮 像是对什么妥协了似的 声音都软了下来 我真的 做不到看你跟别人在一起 灵溪 你真的赢了 彻底赢了 拿行李那天 我真的以为 你走了就走了 我根本不会在意 可这一多月来 我满脑子都是你 哪哪都不习惯 一想到你跟宁成宇在一起 我真的恨不得 立刻把你绑回来 这几句话 但凡放在前四年的任何一天 我都能感动到爆哭 这样诚恳挨切的傅池燕 但凡再早一个多月 他不用求 我都会捧出心去爱他 可是晚了 早就晚了呀 我轻轻摇了摇头 趁机推开他 转身朝家里走 不好意思啊 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吗 这样 你回去再努力习惯习惯 慢慢就习惯没有我了 回去跟唐清清好好过吧 别琢磨这些没有用的了 指纹解了门锁 发出低的声响 我轻轻拉开了房门 身后却传来急促的一声 我跟他分手 行了吧 我眼睛都瞪大了 一时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 什么叫行了吧 整得就跟我硬逼着他似的 我要是真有能硬逼 他干点啥的能耐 之前至于被羞辱成那样 傅池燕往我这里走了几步 却最终没有上前 可能是因为喝了酒 声音里破天荒地染上了茫然与妥协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说服自己 我爱的一直都是清清 我觉得我应该是爱他的 可是不对 怎么都不对 脚步迈进门里 我的情绪非常平静 甚至已经听他说话 听得有点烦了 傅池燕不重要了 你到底爱谁跟我无关 我真的不在意了 反正你只要别爱我就行 那你告诉我 傅池燕的音调起伏暴躁了起来 我要怎么做 你才能回来 手指攥紧门把手 我没有回头 那你报警吧 我没想到傅池燕没报警 我报警了 因为我的店出事了 有时好几个顾客 在店里吃完火锅后 食物中毒进了医院 有人匿名举报 说我店里的食品安全 存在很大问题 与此同时 我当初替补上尉 倒追傅池燕的事情 被扭曲着事实扒了出来 那篇帖子洋洋洒洒 字里行间都在指责我 说我厚颜无耻 趁着唐清清出国进修 勾引了傅池燕 一时间可我和宁成 与CP的网友 纷纷炸了 心都凉了 网上骂我的声音 络绎不绝 不过这么多坏消息中 居然也有个好消息 那就是我也食物中毒了 毕竟我无家可归啊 我的一日三餐 也是用火锅店的食材解决的 网友们本来还想骂我无良的 一看着顿时也不骂了 我现在相信 这食物中毒应该是个意外了 行吧 勉强相信你的火锅店 但对你的人品依然存疑 等等 本不死心的CP粉发出尖叫 灵溪中毒 是不是去了宁医生的医院 是 而且就这样巧 致我的就是宁成语 穿着白大褂的宁成语 站在我的病床边 伸手给我调了调书液的流速 面无表情 他向来温润和煦 诈意严肃 我还真不太适应 窝在被子里小声道 宁医生 我很严重吗 不严重 宁成语淡淡开口 休息几天就好 那为什么这么严肃啊 因为这件事就很严肃 宁成语将病床记录收好 后转身朝外走去 顺便嘱咐了一句 这两天不准吃糖 啊 话题转得太快 我茫然点头 好 嘖嘖 成语发火 有人要玩咯 坐在我床边 坐笔录的帅气警察 突然摇着头 嘖嘖有声 熟人的态度 看得我一愣 为什么这么说 帅警察撇了撇嘴唇 因为估计害你的那个人 就算成了骨灰 这家伙都能挖出来 沈一遍 真是蠢啊 惹谁不好 宁老二只是不用继承家业 又不是不接受宁家教育 宁家 连狗都跟成经了似的 哪有什么好人啊 我突然就感觉 输尽身体的药液 有点凉嗖嗖的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因为 宁成语出了手 警察调查的速度非常之快 第三天就查到了 偷换我火锅店食材的 真正主谋 完全不意外 还真就是唐清清 因为傅池燕醉酒找我 求我复合 却被拒绝的那晚 她回到家后 一直在念着我的名字 要我回到她身边 唐清清听后恼羞成怒 便想出了这一招 想把我彻底赶走 可现在 伴随着警方的公开通报 她在圈里的名声 也算是彻底臭了 同时 我跟傅池燕在一起的来龙去脉 也彻底被网友扒清楚了 不是 感情唐清清她 就没答应傅池燕的表白呀 这算哪门子被抢男友啊 自己不要了的 被别人当成保宠了四年 她居然转头 还有脸回来要 妈爷 灵溪真的失惨啊 费半天劲才追到的男朋友 转头说抢就被抢了 气鼠 这傅池燕眼瞎了吗 天了撸 我就在婚庆公司上班 我证明 唐清清回国那天 灵溪布置了别墅 要跟傅池燕求婚的 这条评论一出 当即引起了一片哗然 众人纷纷开始爱特傅池燕 冷嘲热讽着提醒她 你当初错过了一场 多么用心的求婚 错过了一个多么爱你的人 就问傅池燕 你后悔不 而更让人惊掉眼球的是 傅池燕真的回复了 嗯 非常后悔 正在准备弥补挽留 追回她 应成语看到这条热屏的时候 我正坐在病床上啃苹果呢 冷不丁 她偏头看向了我 看得我一愣 怎 怎么了 苹果也不让吃 应成语摇摇头 表情还是很阴 声音也闷闷的 让吃 哦 我将信将疑地应了一声 小小咬了一口 如果 应成语突然又出了声 吓得我卡了一下 渴 伸手捏了捏嗓子 我真心一头雾水 如果啥 没什么 宁成语却摇了摇头 就是想着你 要是真犯蠢回头了 我就放狗摇你 我 默默用中指 推了一下隐形的眼镜 但我最终还是知道了 宁成语这话的意思 因为当天晚上 傅池燕出现在了我的病房里 身上带着酒气 却不见醉样子 反而像是困顿了很久 终于想通了什么似的 眼睛很亮 灵溪 我都知道了 我完全蒙掉 啥 知道什么了 而就在我正愣住 还没做出反应的时候 傅池燕从兜里掏出一个红丝绒的盒子 别打开 我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傅池燕的手指僵住了 抬眸看着我 嗓音粗粒阴雅 为什么 我已经知道那天 你是打算跟我求婚的了 灵溪 我们本该结婚了的 你明明那么爱我 不是真的放弃我了 对吗 傅池燕说着 眼神中带上了殷切的期待 灵溪 分手的事情 我后悔了 是我错了 我已经跟唐青青分手了 再也不会摇摆不定了 你回到我身边 我们重新开始 好吗 不好 我摇摇头 静静地将戒指盒 从她手中拿过来 红丝绒触感柔软 我不用打开都知道 里面一定是一颗很漂亮 很闪耀的钻戒 但我不想要了 于是我轻轻地说道 是 没错 我那天的确准备向你求婚的 可是傅池燕 你错过了 傅池燕的眼神变得暗淡 她摇了摇头 语气固执 不 你爱我的 灵溪你明明爱了我那么多年 怎么会这么轻易地放弃我 我们没有错过 只要你回来 我们就能重新开始 不是吗 四年前是你主动招惹的我 我给了咱们一个尝试的机会 那现在 你能不能也给我一个挽回你的机会 四目相对 傅池燕眼中的执拗与深情 那么清晰 让我恍惚间 有一种不可错认的笃定 这回 她是真的不会放弃我了 我的眸子颤了颤 刚要开口 眼角的余光却瞥见 门外有一人一狗的影子闪过 好 我给你个机会 我笑了笑 点了头 然后 在傅池燕欣喜的注视下 我仰手 将手中的钻戒盒子 丢出了窗外 找回这枚钻戒 我就跟你重新开始 傅池燕的眸子颤了颤 盯着我 郑重地点了点头 好 出院这天 宁成宇带着财总一起来的 我正站在病房的窗前 静静看着楼下在花园中摸索寻找的傅池燕 经过几天的搜找 她找到了那个戒指盒 但里面的戒指却始终没找到 不知是丢了 还是被人捡走了 她要是找到了 你真打算跟她复合 应成宇不知道何时站在了我身边 脸色阴瑟瑟的 话语也发酸 左腿旁边 蹲着熊啾啾气昂昂的踩总 好像下一秒 我要是真敢说 是就要放狗咬我了 我忍不住笑了笑 当然了 应成宇的脸骤然一黑 我冲她贼嘻嘻笑笑 伸手从兜里掏出一枚闪亮亮的钻戒 前提是 她得真的找到 既然她不愿放弃 那我只能用我自己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了 她也该体会一下 我当初那种努力 马上要见到曙光 最后却是深深绝望地感受了 我的真心 曾经亲自交到她手上 她接住了却没有珍惜 随手扔掉 还要再踩几脚 那凭什么 只要她知道错了 我就要原谅 则 应成宇嘖嘖摇头 嘴角的笑意 却是怎么都压不住 林小姐的心思挺狠啊 真适合进我们宁家的门 话说 现在林小姐能给我一个答复了吗 关于我们的相亲 要不要继续发展成更进一步的关系呢 我挑眉歪了下头 却并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蹲下来 撸了撸财总的头 笑道 财总 你说嘞 我